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其他人说的是地球上的新能量 但对我个人来说 这就像过山车一样 有一天我能量不足 有一天我无精打采 有一天我会感到沮丧 有一天我感到所有这些东西都同视而来 我曾经想象过 新的能量和新的开始会给它们带来新鲜感和欢乐 或者至少不至于沐浴在疲惫的旧情绪之中 阿圣 首先 你们都拥有这种感觉 或者说所有这些感觉 新能量并不意味着光之工作者会停止闪耀着光芒和清除黑暗 然而 现在有着一些新的维度 我会分享给大家 希望这对大家有帮助 你们仍在闪耀和清理 并且你们正如此出色地工作住 新能量会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 并且还会为你们完成很多工作 因此需要做的工作会更少 你们一直都在清除的许多秘籍的 卡住的能量不会存在于你们所居住的这些更高的振动中 所以它会蒸发 从长远来看 这会减少你们的工作量 Jennifer 你们确实知道 这对于生活在当下而不是生活在长远的我们这些人来说 这并不令人鼓舞 A shame 啊 现在 这就是令人兴奋的地方了 如果你们可以想象 两个彼此相邻的油漆罐中放着的红色和黄色两种颜色 而每种颜色都是这个颜色的纯粹表达 然而 在彩虹中 你们的纯粹表达既有红色也有黄色 但它们并不独立存在 它们从一种颜色过渡到另一种颜色 从而生成了橙色 你们不是要从一种振动反弹到另一种振动 而是要从一种振动演变为另一种振动 所以会存在着重叠 结果 你们会同时看到新事物和旧事物 这取决于你们看向哪里 你们如何去感受以及一百万个其他的因素 Jennifer 为什么不呢? A shame 但你们的确反弹了 你们确实在时间线之间跳跃了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实际上是生活在第五维度的原因 然而你们与很多焦点仍然聚焦在红色上的人一起跳跃了 因此他们看不到黄色 但是当你们从黑暗的隧道中出来时 你们的眼睛需要花点时间来适应光线 这没什么不同的地方 但是你们会比你们想象的习惯得更快 我确实希望引起你们对一些事情的注意 在幕后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以为你们当下的社会结构做好准备 这些结构是红色的 这是为自我服务的颜色 现在它是黄色的了 这是为他人服务的颜色 放置到位的所有内容都会很快被发现 过去的红色将以它的最纯粹的形态显示出来 那是很难看到的 除了黄色之外 还会显示为所有人服务的新结构和思想 而不仅仅是为少数精英所服务 你们对这的反应将会是橙色 这是黑暗时期的痛苦与新开始的喜悦的混合 随着新方式的逐渐嵌入 喜悦会变得越来越多 你在冥想中看到了金色火焰的通路 这是进入新振动的入口 你们已经进入了 它对你们每个人都会变得显而易见 你们所有人都是温柔的 安静的 隐蔽的 因为你们是光之灯塔 你们周围的人会呼唤你们去帮助他们 理解他们自己的感受 理解他们在身上 以及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不必担心要如何去解释这些事情 正确的话会为正确的人而来 你们现在就是我的流动 新能量会以灵感 心思想 与他人的新联系的形式向你们倾泻而下 你们一生梦寐以求的魔法 现在已经开始 好好享受吧 Jennifer 万分感谢 很高兴能听到你的这些话 我能问一下 你最近告诉我的 目前有着很多烟幕 不要相信我所看到或听到的一切 你能对此说说吗 Ashin 当然 我很乐意这么做 当前正在进行着一场虚假的战争 有着红色 黄色和橙色的信息 红色是谎言 黄色是纯粹的真理 橙色则是两者的混合体 很难区分出其中一个 因为红色有时会让自己看起来像是橙色或黄色 以此类推 最明智的判断是你们的内心感受 但是每时每刻都有如此之多 如此之大量的信息在轰炸你们 包括新闻、电视、报纸、博客 真实的真理以及不真实的真理 很难让你们继续进入这些内容并深入感受 既费时又费力 真理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然后会变得更清晰 与此同时 对你们所听到的内容不做任何判断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完全限制你们自己对信息的吸收会更有帮助 把能量投入到自己的感觉 创造力之中 甚至每天仅需要花几分钟时间 就能做些可以振奋自己的事情 你们中的许多人此时都过度紧张 你们要求安慰 要求和平 我们会回应你们 我们不会强加什么给你们 甚至好的事物也不会强加 记住要呼吸 慢慢地呼吸 一天三次 你们正在吸入光 正在呼出所有陈旧且不再适合你们的东西 转动你们的身体 让你们吸入的光穿过你们的身体并放开它们 与孩子 老人 可怜的人分享些微动 甚至挥动手指也比不做任何事要好 因为这可以把光嵌入你们的身体中 Jennifer 谢谢Ashane 我会尝试一下 更放松一些 不要那么严肃 简单而有趣 Woohoo Ashane 我们为你们所有人欢呼 我必须要多当然 你说应该不是什么 这群人突然听着 多说 我 你们 今天